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表示 林子祥老师一开口就惊艳全场 真没想到 74高龄的她还是那么老当义壮 能够唱出如此快节奏和高亢的旋律 可以说唱完数字人声之后 胡夏像上期的杨云晴一样 几乎失去了信心 也让我们有增加了那么一丢丢压力 哈哈哈哈 随后 张碧晨调侃起林子祥了 上次我中秋节我回家 在机场偶遇到了林子祥 也是顺口喊了一声林老师 而林子祥的回应让人笑翻 说小姐姐 你怎么也在这 要不要和我们去茶餐厅喝下午茶 还说不是免费的 得拿月饼来换 因为她回家 忘记给叶倩文买月饼了 哈哈哈哈 当然 林子祥高亢 胡夏醇厚 搭配在一起很耐听 他们很有可能会留下几首传唱度高的歌曲 就像曾经的琴深深组合那样 我们也是希望我们的歌三一期比一期更精彩 好 谢谢大家